一人之下,漫画第618话已经更新 在和敌人战斗的过程中 碧莲发现自己好像是从会过堂门那些朋友之后开窍的 开始确实地明白宝姐口中常说的位是什么了 喜怒哀乐,轻重缓急,各种情绪,各种性格 即使那人不在眼前,但散发在他周身 着实地影响着一切的气氛 虽然做不到宝姐那变态般的灵敏 但确实能够捕捉了 宝姐是吴的话,堂门的高手们就算是寡诞了 那样的气味现在的我恐怕要正经危坐 诚心灵神才能嗅到 跟他们比起来 老兄,你的杀气让我汗毛都竖起来了呀 喜欢偷袭的话,这方面还得瞎瞎功夫啊 看来碧莲已经出亏道忘记的门金了 从后面也能感知到敌人的杀意 碧莲匆匆躲过,另一人已经绕到身后 碧莲金光护身 挨了一击 通过这次试探,碧莲也大致清楚了这两人的实力 现在的他领这两人一个人的工资赋予 碧莲的手中滋滋响个不停 立即放出雷法 领你们两个人的 有点勉强 这里碧莲所说的工资 应该指的就是覆盖全身的金光 简单来说就是打一个稳赢 打两个够呛 宝姐注意到大部队过来了 吹哨提醒 被西摩斯的士兵纷纷开火 众人四处逃窜 子弹一直打个不停 帽子难收到消息 毒风 看见你们了 我们在你后方五百米处 毒风招呼士兵先撤 李沐璇热血上头了 想跑 门都没有 一鼓作气 冲了上去 碧莲也跟上 老爷子 别太急 李沐璇冷哼了一声 他也不是不知道 被西摩斯的厉害 不过这个天色这么远 我盯着他们都有些吃力 能打到我 显然 李沐璇低估了 被西摩斯的高科技 当即就被打脸了 被西摩斯的士兵 人人有配有夜市仪 猎物和猎人的身份 立马换了过来 第二集由我来 锁定目标后 士兵扣动的扳机 鹿玲龙替李沐璇 挡住了子弹 李沐璇心都要爆炸了 我怎么还不死 这人情债 已经欠得够多的 大概是想起了 当年强出头 害死人的往事 李沐璇感觉自己 已经对老东西够亏欠的了 不能再欠小的了 一声爆喝 到转八方发动 李沐璇这恨的 都牙龈出血了 这那森岛 可没有牙膏啊 干掉他 不要停火 士兵都乱作一团 这是什么级别的能力者 妈的 这是反弃彩子弹了 无论多强的能力 都会有极限 他快撑不住了 极度在后面盘算着 人数有点多 要在身影被记录下之前 全部干掉是不可能的 妈的 为了一个眷属 一个特殊的眷属 极度这次破例了 对着士兵疯狂扫射 顺便解决掉了帽子们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 欢迎关注转发收藏 加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